我想 郭部長 您就任以來兩次出國 都剛好落在立法院總質詢的期間 今年六月去美國 九月去日本 六月新聞說您在美國當地拜訪 美國的美商鼓勵業者 就是來台擴大投資 其實我也請助理去了解一下 這個公務出國報告還沒有看到 郭部長六月美國出國的這個報告 那經濟部的聯絡人 說郭部長的出國報告是密件 那對此本席 我也沒有打算索取該密件 只是希望說經濟部要端出具體 招商的一個成果 不要只有畫大筆 那本席查了一下經濟部投審會 七月到九月的新聞稿 也沒有看到說來自美國 這個新的一個投資 那本席再強調一次 請問部長何時會有來自美國的新投資呢 報告委員 我們大概就是去強化 原本在台灣上一個會期 他們在有意願來台灣的這些廠商 包括輝達 包括AMD 包括MICRON 這些廠商 就是強化而已啊 沒有 因為他們會投資很多的錢 我們怕他去投資別人 所以我們要繼續讓他在台灣能夠繼續投資台灣 譬如說我跟您報告 美光這個公司來講的話 他下一個投資是 這個300億美元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投資 那會不會來投資台灣 我們努力 努力 我們一定要努力 因為他有 跟委員報告 他有兩個選項 一個他要去馬來西亞 一個他要去印度 因為他的老闆是印度人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留在台灣 台灣的優勢要讓他充分的了解 因為台灣在半導體這個領域裡面 有充分的優勢 所以我們的人 我們的這個這個整個的環境 整個這個ecosystem 我想他們會選擇台灣 但是還是因為有一些 這個 知燒末節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盡量保持讓他能夠滿意 繼續留在台灣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希望有一個好的成果 那個卓院長 本席是支持綠能發展 風電太陽以及光電都贊成 那當初啊 民進黨政府推動離岸風電 國場化 我這邊念一段經濟部的新聞稿 這個經濟部說 我國離岸風電基礎設施 尚未完備 而且尚未建構國內本土的產業鏈 設置成本相對比較高 顧需要明確目標 目標量及等購電價 來吸引國內外業者來投入 才能創造經濟的一個規模 那聽到這邊 這個社會大眾都會把離岸風電 等購匯率跟國產化連在一起 那當初經濟部說三招可以把關 而且確保風電 國產化的罰款 然後砍盾購匯率 以及解約 到了經濟部 郭部長您來主政以後 主政經濟部 上任以後就替風電業者 大開啊 這個方便之門 只要風電開發商在如期並往 那個完工前提下 國產化問題不受約束 那台電八月發電成本資料顯示 向民間風力發電業者購電 每度高達6.59元 等於差不多6.6元 那風電業者荷包賺滿滿 那政府卻想辦法來替這些風電業者 免除罰款 不堪購的匯率 這難道不是變相圖利嗎 那個有什麼看法 報告委員 風電這個命題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這個在過去 確實是如你指證 所以有準售價格 那麼也在希望鼓勵這個國產的這個廠商 那麼能夠努力的讓他有競爭力 但是我們在兩個月前 受到這個國外的廠商 到歐盟 歐盟去這個WTO 去告我們 舉發告我們 告我們說 那當初為什麼沒有把它設定好呢 對不對 你說要國產化啊 才會6.59啊 一度啊 那是對這是以前 那現在呢這個不一樣 因為已經進步到這個階段 所以他們外國的這個廠商啊 他們發現說這個國產化是 這個對他們來講這個在交易上面 那不然的話為什麼不公開招標一定要等夠 等夠就是預價嘛 沒有那個是過去 沒有過去這個就是有弊端嘛 對啊我們現在改了我來了以後就改了 改了以後就是公開 不是他們去講我們就配合 那個 那個部長 因為這 這短購 是預價 當初啊 我認為說 公開招標很低 兩塊兩毛二 但是短購啊 你說要國產化 結果 現在又沒有辦法做 你又幫他開方便資本 這個喔 講實在話 為什麼台電會虧損連連 這個不是沒有原因啊 對不對 因為喔 電啊 幾乎到現在 你沒有辦法儲存 你沒有用的話 幾乎都是流掉 那流掉 結果 你看 我們冬天 有東北季風 你不要用那麼多電 他一直一直賺 花多少電 你要吸收多少 夏天啊 需要用大量電的時候 結果風機不轉啊 對不對 這個是裡面啊 當初啊 沒有考量到 所以說現在為什麼 台電一直在虧損當中 越來越嚴重 郭部長我相信你應該很清楚 郭部長我相信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現在這樣子 就是委員 這個我們現在討論的都是 這個第三期的 這個電 風電 前面剛才您所指證的這個 準夠那個大概就是第一期 第二期 但是我們現在是第三期 我們現在三之一 三之二就是 回到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自由交易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那三之一 在之前就已經開標了 那三之二是最近才開的 郭部長 我跟妳講 我當初就一直質疑啊 這個裡面齁 是現在台電董事長 叫曾文生 由他來主導 齁 而且 你一主導你開放先 躉夠 躉夠七成 欸 標二十年 他花多少 你一定要吸收多少 難怪 台電會虧損連連啊 對不對 結果剩三成 三成公開招標 兩塊兩毛二 但是啊 你躉夠價錢那麼高 然後溢價七成 剩下三成 才做什麼 剩下三成才公開招標 標二十年欸 所以說為什麼台電 現在一直在虧損當中 我認為齁 這個問題很大 我們現在因為需要這個綠電 所以我一定要全力 讓它能夠如期完工 所以我們改變了一些方法 希望在這個符合WTO的架構之下 然後能夠讓這個封電的成本 能夠幫助他們降低 讓他們產出來的價 能夠賣給台灣的業者的時候 可以比較少的 不要說 過去因為國產化 導致他們的行本性感 我們現在的目的是 幫助國內的廠商 能夠降低成本 具有國際的競爭力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實當初齁 他說要國產化 我問過以前那個沈隆均 沈部長 我問過他好幾次 講實在話啦 我是聽不下去 我認為國會議員就是要幫我們民眾發聲 為什麼現在電 你看漲了12.5% 而且又要行政院 編列預算 年年來補貼台電 這個不是沒有原因 因你會合 然後會合以後 你變成說要綠能 綠能又跟不上 而且價格又那麼高 當然它有一個效應 就變成年年要虧損 台電以前有這麼嚴重嗎 沒有吧 這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也要針對國產化的問題 對國內參與這個綠能發電 風機發電的整個國產 國內的業者 表示感謝 他們也確實承擔了相當多的責任 所以我們現在分做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 31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契約在走 已經是照這樣不變了 在32的 因為它現在限到國際上的訴訟 會增加了一些條件 或增加了一些要求 那國內的業者也希望能夠 盡速的達到這樣的過程 但是如果說 因為國內業者接不上來 所以在實證上有延誤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 但我們還是鼓勵國內業者能夠上來 第三期 我們除了讓大家可以公平交易之外 我們更希望國內業者往外走 剛剛部長講的 增加國際競爭力去國外發展 因為國內的市場到底有限 卓院長 因為自2023年到現在 政府已經編列給台電 增資2500億元 疫後條例 撥撥撥500億 再加上 在立法院 即將要審查2000億的撥撥 總計台電增資 以及撥撥的累積金額 達到5000億 那能源政策不檢討 台電虧損 最後還是全民買單 大家清清楚楚的 電價的問題本期支持 以和養綠 那民進黨政府不要抱著 反核意識形態 的省主牌 綠能比例沒有達標 也不願意以和養綠 來拚命的這個燒煤 燃氣還有火力發電等 就佔了八成 那根據台電給本席的資料 2023年 南區發電的購電成本 每度是3.62元 核能每度是1.39元 3.62元跟1.39元 你看落差多大 如果2023年台電 核能發電量 跟2015年一樣 是351億度 則天然氣發電 則可以少用一些 粗估每年可以少虧損 四百億 這邊再打個折 保守四年下來 最少可以少虧損一千兩百億 如今電價又要上漲 人民卻要為政府 錯誤的人員政策買單 人民怎麼會不生氣呢 所委長你有什麼看法 第一個委員報告 走向非核家園 這個入法 是在委員任內 之前在通過的 這是我們的法律 這不是民進黨的省主牌 第二個法裡面就是這樣寫的 要朝向非核家園 這是法律 不是省主牌 但是現在 我們立法院很多 不管再朝再演 但是法律現在還是在的 這部法律現在還是在的 還在 那可以改啊 可以修啊 你們要提出來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錯誤的政策 現在 核電是綠能了 是不是修法之前 我們現在就是 多元的發展綠能 希望能夠進行這個科技的儲能 帶來就是能夠朝向 但是科技儲能現在還跟不上啊 對不對 這個正在努力當中啊 我相信你很清楚 現在還跟不上啊 科技的儲能還跟不上啊 這就是我們在 二次能源轉型當中重要的目標 你電沒有辦法儲 所以說就流失掉 那難怪每年要虧損連年啊 你要是今天能夠儲電 那當然多少 不會那麼嚴重啊 另外剛剛委員說算出那個核電發 核能發電 即使他目前成本低 但是在隱藏的核後端 他核廢料的處理成本 那個隱性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大 其實齁 到目前為止全世界任何國家 甚至於先進國家 他們都在發展人員 你日本福島以後 他還是一樣啊 還在發展核能啊 如果有新的核能技術 新的核能技術 沒有安全的顧慮 沒有核廢料的處理 我們絕對願意積極的來討論 那個卓院長 媒體報導 英國在9月30號宣布 七大工業國的組織的先例 成為第一個宗旨南煤發電的國家 我們南煤佔50% 因應2050年近零排炭的目標 世界各國的趨勢 就是擁抱乾淨的人員 包括核電在內 國際認可核能為綠電 國際人員總署強調 世界需要核電來減少排炭 排炭的那個放出來 此外美國在二十多個國家 共同發表核能先延 共同努力2050年全球核能容量 增加為三倍的目標 那美日韓都大舉發展核電 難道民進黨政府的人員政策 不需要做通牌性的檢討嗎 卓院長 報告委員 現在我們目前 就是先優先幫台灣出口的廠商 爭取綠電 因為現在核能還不是屬於綠電 它是一個clean energy 它是一個乾淨的能源 那我們現在先滿足這個綠電的需求 然後再來就趕快的來滿足2050年的零碳 這個兩個都是不同時間的重點